来 十五哈满江 你姐和你妹买东西你都要管 那以后你说你要找一个媳妇的话 就像她特别喜欢玩一些游戏 就像我玩游戏的时候 最多一个月有通过三万块钱 你玩什么游戏 我玩那时候玩地下城 就是觉得里边有那个核 那个透明天空啊 还有开盒子啥的 因为我那时候开了一个 地下什么地下城是吗 对 地下城 地下城这个游戏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就不要玩了 平时的时候就是买衣服 像我之前胖 有的时候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买衣服人就说 这衣服你穿不上 我说穿不上我就非得要买 我买回去我瘦了穿不行啊 我就买这点衣服 我说必须买 我要么瘦了算 要么我送人行不行 我就必须把这衣服叫号 我就买回去 你这一个月的花销 大概底是多少钱呢你 大概有个六七千块钱就够了 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你花六七千 一个月挣个五六千块钱 那多出那钱怎么办呢 给我妈要啊 你妈给吗 给呀 我妈说了 小姑娘就得求养儿 富养女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外边诱惑多大呀 你看那个你说有的人 就喜欢苹果手机之类的东西 他买不起 刚出我妈就会给我买 起码就不会因为这个东西 受到别人的诱惑 这么多年也不再跟别人跑的 你看那小孩为了苹果 跟人跑得多些呀 收养人 富养女 就是这种感觉 谁能养谁养 我家养不了 真正的富养女啊 是应该给自己的女儿什么呢 四样东西 这四样才是富养 见识 修养 独立 最后养 智慧 要让自己的姑娘从小就知道 什么是值得自己该追求的东西 就是穷养儿也好 富养女也好 千万不要给孩子多余的钱 对 你现在没给孩子多一份的这个钱 就把他推离了他未来成功 向远推了一步 其实那是一种溺爱 但不一定富养就是溺爱 要疼爱 不要溺爱 对 来看一下刘刚第二段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我找对象 不找说话声嗲嗲的 假装温柔的 我喜欢性格独立的小姑娘 就像台上的六号嘉宾 拓姐那样是大 你看那些布农尊业抹的 穿出的特别得体 不暴露 有幽默感 笑起来特别连人 最主要的是还孝顺 但是 但是 拓姐你年纪有点太大了 你二十八 我二十四 咱俩相差四岁 如果是你的年纪 再小点 那就太好了 我还有一种女生 接受不了 就是浓妆艳膜的 我现在就可理解不了 女生化妆的三件套了 第一 涮眼皮贴 你说你贴完之后 能贴出涮眼皮的呀 再一个蛋眼皮 不也挺好看的吗 再说了 我看你的上旁 粘的啥玩意 就好像可埋的 我可要给你扣回人的 这玩意 可要给你扣回人的 第二 就是粘那个假结毛 我从那玩意 粘上之后 就跟那熊猫眼 我可不是认 可不是认的 第三就是抹大红腿层的 我一瞅那个 就像那个赤子孩子 没啥镜似的 我走根条了 怕它蹭我身上了 现在的小公司 也不知道 啥是好看 啥是吓人 每天农庄验抹的 大手指盖子 大红腿层的 我就不喜欢那样的 早晚抹的跟俩人似的 我喜欢的就是那种 干干净净的 素颜一点的女儿 讲话 欢迎脸 小伙子我感觉 你说的好像就是我 什么眼毛 大红腿层子 你是不是点的我呢 因为你之前是空姐 有可能是要求这些东西 必须有的 但是我选的对象 我不选这样的事的 你不选是不选的 但你说的话 我挺赞同的 因为前两天说 不新除个什么 微游差二十 那个可以就是人脸识别 一秒钟就能解锁 然后我行我买一个 然后我闺蜜说你别买了 你买的电话太浪费钱了 我说买电话花钱很正常啊 她说 那你如果晚上卸完妆中 你肯定解不开 还得把妆化上 对 这对象太可怕了 你卸完妆之后 差别会有这么大吗 每我买一盆水 卸了妆全是鬼 是说你自己还是场上都这样 都那么回事吧 我也不知道说谁 就不光是指她自己啊 场上反正都这么回事 你特别受不了这种化完和不化妆的 就是两个人的这种 对对对 早晚两个人我特别接受不了 再一个就像涮里面的体验 我就是小弦 我就总愿意看西游记啊 就那个苏母空就是那种形象 一眨眼哇哇直放光那种的 我按照那个莲粉涂的特别多的 就是那种一碰的感觉就是都裂了 我都接受不了 最有意思的是你在短片里形容那个嘴唇子 跟吃死孩子是这 说实在的 我认为涂完红嘴唇之后 她这个嘴会夸大 特别特别的大我想的 都说那个血盆 血盆大口 血盆大口 对 对我这些词给我脑子里总浮现 所以就接受不了 小伙子我觉得你非常靠谱 今天说的也特别史上 那你实实诚诚的你评价一下 咱们纯诚的练主持人这装花得怎么样 你真坑啊王哥 我才知道你真坑啊 没事你燕子姐跟前没灯不用怕 对对对没事 没事小伙你实际说 燕子姐其实你比我给电视上丑的瘦多了 好看多了 特别瘦特别年轻 其实我燕子姐你们知道不 啊鼓掌吧 没了 帅皮贴我也贴着呢 假剑毛我也粘着呢 血盆大口我也画着呢 你家这种痴人多能自黑啊 你跟我站一起 你没觉得有个送空站旁边吗 耶稣姐姐这装真的是有点浓 浓 但是燕子咋说呢 就是只能说是我这姐姐 不在那个我们的范围之内 就岁数大了 画点画点 对 是 叫 小伙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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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